當你的眼睛迷著笑 修煉愛情的心酸 小九長睫毛 是你最美的天 我忘死了 全新大型歌唱選秀節目 神靈之望即將在十月誕生 那日在松菸舉辦大型海選活動 現場超過千人報名 更有不少熟面孔 橘子星光大刀得到第七名 我們歡迎陈蘭姐 你不知道你對我多麼重要 有了你生命完成的更好 你自己覺得第七名這個成績 你敢拿出來說嗎 號稱叫做小愛戴兒 Never mind I'll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 我們唱完了 我們唱完了 你跳太了嗎 對 我還有第二個比賽的機會 還有啊 因為APP可以報名 可以再唱一次 我們真的很不死心 不論是熟面孔或是首次參加海選 只要你愛唱歌 聲靈之望就是你最好的舞台 台灣很少有願意再來自助 讓年輕人有一個發展的空間 因為2007年到現在的 星光大刀已經 過去培養出孝敬騰跟林宇佳 但這事情已經沒有看到了 希望讓我給台灣年輕人 再一個機會 在華熱的世界舞台 能夠發光發亮 我們公司長久以來 我覺得對培養信念 不管目前幕後 還蠻有心得 有很多記錄 所以這幾年我們就在熏熏蜜蜜 然後我跟王總裁是很久的朋友 那我們總是需要有人能夠出錢 也能夠有平台 那王總裁兩面都有 那我就去找王總裁 我們兩個都已經過花家 這真的到這個年紀 其實做什麼 就是若有錢也有點利的話 然後年輕人想去做 我覺得我們都有點長輩的心情 就這樣子 不是以老賣老了 長輩就是出錢 所以其他的 少說一點 都讓他們表現就是了 最具規模的選秀節目在齊 母后推手就是知名製作人王偉忠 與東三集團執勤策略長王玲玲 兩人攜手打造 每集耗費盡千萬的選秀節目 就是要做出有別以往的視聽覺饗宴 別忘了十月 神明之王 就在ETT的與您見面